隨著電視劇如正清零播映完畢 消化完幾場商業活動 男星李國藝隨即動身前往日本 享受難得的休假 原以為充電後能再看到新的作品 沒想到他突然宣布暫時不會接戲 令粉絲相當震驚 雖然沒透露確切地點 但從周圍環境和招牌的日文 推測李國藝人正在日本 他發文表示 會有一段時間不接拍戲劇 看看別人好的才知道怎麼做更好 勉勵自己再出發 邁下事業的下一步 從2013年我的自由年代 料理高校生 我和我的17歲到如正清零 李國藝三年拍了七部電視劇 幾乎沒有休息的工作日程 他先前就透露 一直不斷演戲 陷入一個漩渦裡面 現在想要至少休息兩個月 暫時不長時間連續工作 想多陪家人 過過自己的人生